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形容圣灵的工作说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各位这里所说的圣灵是那能够听见与感悟的 也本是看不见 本是无人能掺透的神的旨意 所以在圣灵的工作上 它使我们的沉睡里被点醒 使我们的有限里被坚强 使我们在试炼有忍耐的心等等 所以在认识圣灵的工作 我们不要以自己的人性来造出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与经历 确实感觉与现象都会欺骗我们的 在得救的事上与得着能力的事上 很多信徒总是捉的是感觉与现象 结果就是捕风捉影而已 特别在当今时代的邪恶 各种的灵如假先知所带来的 已经从无底坑出来了 因此我们要正确的经历和享受用圣灵的能力 那如何呢? 我们先要明白 人他们相信自己的掌控力 是会带来他们无法认识圣灵的能力了 这看起来我们人其实都很喜欢掌控 比如我们很想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 以便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有些人很厉害管理众人的人脉 摆布人的关系 有些人是要掌控自己的前景 比如说我将来要做什么工作 我的前途要怎样 我现在要读书 要读什么等等 似乎人都很渴望掌控自己的人生 即使有些信徒知道神的心意 但是却一一孤行地要自己掌控 所以有些人掌控不到就感到自己很挫败 而有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 能够掌控在他手上的一切 但其实在树林的层面上 他们是完全无知无能的 无论人多想或多厉害地掌控 这世界的背后是有一个看不见 与更有影响力的灵界在影响 就如同我们看到圣经的扫罗 从恶者得到一个错误的暗示 然后继续发展那暗示 下面的生命所受到的损害 是多么的严重了 但从另一方面 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也说 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因我们未曾走过的路 未曾明白的事 未能胜过的试炼与挑战感到无助 因为那拯救我们的将圣灵赐给我们 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 祂是那真理的圣灵了 也通过真理指教我们 倘若我们真信从神的话 在那信从的人心中 就潜伏着圣灵一切的感动 指教能力恩高等 那是绝非人眼能够见耳能够听 人心能明白的 所以各位 我们都要知道 原来我们是不能不懂也无法预测到的 虽然我们看起来能够掌控很多的事情 然而我们对灵界整个的运作 我们是一窍不知的 试问 你岂能知道你今天早上起来 为什么忧伤惧叛呢 你怎么能预测得到呢 倘若灵界里有二者给你一个暗示 给你一个担忧 你心里挣扎了 这是你无法预测到的 这个地上 有些人他们成功快要一时 忽然间他们跌倒 甚至他们连跌倒的根本原因也不晓得 那么有些人似乎一刹那间 他们的命运前途就落在其他人的掌控中了 不管是在经济 家庭或是政治界里面等等 各方面的领域里 人是无法掌控这一切的 所以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所要带出的启示与智慧 是那自以为义与自以为聪明的人不懂的 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各位 他们是不知道 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 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意志 才能举起到了一个无法再谦卑的地步 所以神深奥的事 如救赎与能力是向他们隐藏的 今天倘若信徒犯上同样的错 圣灵的工作将开始向他们隐藏了 那灵界的事我们能够从哪里可以知道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享受用到这圣灵的能力呢? 就是从圣经了 当我们回到对真理的认识 回到确认与倚靠真理这个事实 并查验主的旨意来行事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的经历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对真理不能半信半疑 或是要加上仁义或是人的掌控 这反而叫我们经不起时间与试炼的考验了 另外当我们听了真理之后 我们是否真信呢? 还是接着那正面的感受呢? 例如你感觉不被定罪了吗? 你感觉没有试探了吗? 你感觉有能力了吗? 你感觉有希望了吗? 你感觉你是蒙爱的神儿女吗? 你感觉你与神很亲近吗? 这都不是 圣经它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如此经历圣灵的 事实上 圣经讲解有关对圣灵的经历 是带有实际的明证 何明证呢? 比如说当撒旦借着人的话控告你时 你能够仍旧安然与谦卑的面对吗? 如果能 这就证明圣灵在你心中所给予你不被定罪的确据了 当苦难失恋来 你那时能被扶持 甚至生出忍耐 老恋 盼望吗? 这证明圣灵大能的工作在你心中了 你在软弱或受罪的恋慕时 能扔救护求阿爸父吗? 若能 这就证明你有儿子的灵在你里面了 你在不能胜任的挑战里 经历圣灵暗示暗示的帮助吗? 若能经历 就证明了圣灵的恩高在你的生命里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超自然的经历 是反常且是悖论的 但是却带来一个人生命里 真实有圣灵的内住 感动 能力 与恩高的明镇 或可说他以真性从了真理 所以能够经历真理的圣灵反噬的帮助了 所以各位 盼望我们在经历圣灵的工作上 不要靠近掌控 或是只寻求那种快感和暂时的解放 那时我们要继续寻求 确认与倚靠真理 并查验主旨意 那时我们会得知 那唯有神向我们显明的真切的爱 这样我们就会经历圣灵扶持的能力 使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干强起来 大而有力的见证主恩了